055行驱逐渐近几年,中国在多项领域都得到了进步,中国在多项短板上,有了不小的进步。 美国表示,虽然它仍在水下战争中,占据重要的优势,但由于中国的重视,中国正在逐渐侵蚀美国在水下的优势,其中就有件装备特别亮眼。 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现在的海上力量已经今非昔比,也正是由于这种趋势,美国对于中国的关注度与日剧增。 近日美国媒体表示,虽然美国仍然在海底战争中处于优势,但美国自满正将这种优势消耗殆尽。 美媒趁从去年中国舰铁开启下饺子模式后,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就一路绝尘,而美国这时舰铁的发展不仅走错了方向,甚至连数量都不及中国的一半,而一直是中国海军短板的反潜领域。 中国这几年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相较之前更是增加了数十倍。 反潜技术 由于中国技术水平的进步,中国舰艇的反潜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以056型卫力,其船尾区域就部署了一个突出的可变。 这就使得中国舰艇在主动探寻潜艇的能力上有了新的提升,同时中国舰艇上的新式反潜导弹,也让对手的潜艇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不仅如此,在反潜直升机方面,中国的直-18的表现就非常的亮眼,而中国海军还有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新型反潜直升机制20。 从公布的资料看,直-18所搭载的雷达能够搜索至少40-70公里范围,同时其搭载的声纳浮标比美国海军的SH-60更多。 更重要的是,直-18最多还能装载四枚鱼雷,这些足够使其成为一件大杀器。 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最新的055型驱逐舰,每艘可携带两架这种飞机,而航母更是可以搭载六架以上。 也就是说,中国一个航母编队所拥有的反潜直升机就足够保护编队不受潜艇威胁,更别说各舰艇本身具有的优异反潜装备,这也保证了中国舰队出去时的安全。 直-18上舰近几年来,经过中国的投入,中国几乎将其附近海域打造成了潜艇的禁地,在我国南部海域水下,就常年部署着水下无人机,而由此组成的水下监测系统中,所应用的一项超导量子干涉仪技术,中国位居全球领先低位。 这项技术可以掌控到数公里之外,水中物体对地球磁场的任何干扰变化,这正是因为这种技术的存在。 外媒表示中国海军的反潜能力,相较以前获得了数十倍的提高,也正因为这种状况的存在,美国才开始反思自身。 虽然美国现在都是核动力潜艇,非常的安静,但由此生出的自满情绪,必将让美国吃到苦头,至终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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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